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就给你串出头来 他就给你一棒下去 可是你以为他死掉了 他就给你串出头来 大概都是这个样子 有很多的投资朋友在问我说 我昨天在讲的所谓的邪恶第五波 或是所谓的第五波的延伸波 它到底有什么不同 我们在这个节目里面 会跟大家详细的来去做一些的解释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把 大家还记得吗 在过去去年里面的1月 它的一个高点 是在18619 这个18619 它是怎么来的 那就是能够去做一个解读 也就是说它就是走的叫做 第五波延伸波 它是走第五波的延伸波 也就是说你可以看得出来 它这边就是我之前跟大家讲说 我为什么跟大家讲 17463它是必过的 因为在延伸波之中 你的主身段的高点你会过 意思说它历经了一个出身段 再历经一个主身段 然后再历经了什么ABC的修正 它也打到了半年线跟年线之间 是跟台北股市一样 然后它开始涨 涨了创高之后 它震来震去之后 它是18619又比这个更高 那当时候的主身段的一个高点 是多少 为什么叫大家不要去做 预设立场的一个动作 也就是说 它在主身段的高点是17566 它比这个高点 整整多了1000多点 所以为什么有人看 18000多点的原因 就是你17463 你至少加个1000点 你不就18463吗 那它又整整多了 不是只有1000点 整个一个多了 你看18619多了1000多 那你加一加 可能就这个样子 所以我才会跟大家讲说 你不要去预设立场 因为它这整个一个延伸坡 走的时间 有够久的久 它整整走了 7个月的时间 也就是它在第5坡的延伸坡里面 它走了7个月的时间 而且你自以为它要死掉了 但它整整涨了1000多点 这就是说告诉大家说 一个主身段 就是主身段的涨幅跟出身段 它是在市场上面 10年难得一次财富重分配的机会 你要好好去把握出身段跟主身段 你要去选对个股 但是在延伸坡里面来讲话 中小型的个股会比 一个大型的个股 它来得更会涨 可是另外一个重点是什么 假设你是所谓的邪恶第5坡 邪恶的第5坡它的特质说 它能够这样一直涨 它基本上而言 它就没有所谓的群魔乱舞的问题 它就这样一直涨 然后倒过来 它才是什么 它才是什么 因为你当时候的18619是在去你的医院 我当时候就跟大家讲说有问题 它有问题 它来自于通膨问题 它来自于资金紧缩的问题 资金紧缩就像游泳池的水 你放掉了 你要怎么游 那就很像潮水退的时候 你才看得出来有没有穿泳裤 因为当然去年的1月18619 它是基本面还很强的时候 它一路强到什么 它一路强到去年的上半年 都莫名其妙 为什么跌成这个样子 因为它会不断的升息 一直把游泳池的水抽掉 一直到去年的死业 我跟大家讲是初升段的开始 我说反正1300 你就是去买就对了 最低跌到1200多点 初升段就是无稽之谈 主升段就是有稽之谈 延伸坡里面来讲就分成 无限延伸就是基本面出来的 邪恶第五坡 就是又回到无稽之谈的群魔乱武 然后群魔乱武一坡攻顶 它那个走法都是 因为它摆不了太久 它没有基本面 所以它整个资金就拱 一路拱 拱一坡攻顶之后就挂掉了 那就叫邪恶第五坡 然后挂掉之后 它就一路走空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之中 你只有一种选择 投资朋友一种选择 就是说 要嘛你就是把基本面拿出来 看2024年 长线可以保护短线的个股 而且你资金上面不要一次用 为什么不要一次用 最后跟我刚刚讲的邪恶第五坡 是没有关系的 我等一下会来跟你探讨 这是跟技术面有关系 另外部分来讲的话 假设你要做股票 不要选平常完全没有成交量的股票 或是市值很低的股票 就是说你有钱能退 他一退你就挂掉了 对不对 那种股票不可以 就是说你不要去选择平常没有量 或是市值很小的股票 因为那种股票在邪恶第五坡之后的走空 它会抄跌 也就是说它会抄跌 这个部分你自己去做留意 所以你自己如果去选择是投机个股 那它走的就是邪恶第五坡 一坡公顶 那你只要避开后面的下跌 因为它会什么 它会回归原点 它甚至会比原点更低 那因为现在里面 我必须很诚实告诉大家 我昨天就讲了 我说并没有办法定掉 它是邪恶第五坡 还是无限延伸的第五坡 在昨天 我说一拜一拜 就是一半一半 看起来差不多 那在今天就可以看得出来 市场上面企图 它去扭转邪恶第五坡 也就是说它把这个天平 过度投机的天平 它要把它压下来 它让这行情走得久一点 就快无限延伸 可以再去做一些的延伸 所以在这种过程之中 你可以发觉到 在今天一个特质是什么 高价个股动 高价个股的动 代表是有钱人他敢买 代表是中石户 他hold住了这些的一个持股 那些的投机个股 它的强度一直在减弱 以前可以你投机 讲个一天两天三天 现在里面你要拨拨 你的个股里面 可能当天涨停板 隔一天就下去了 它隔一天就下去了 很多这样子 我之前给你看了一下 昨天给你看了一下钱顶 你再看昨天 大家每一个人都在讲的是什么 2392的震危 有够强的强 今天就直接开低 也就是说 如果这种做法 我觉得也有好处 给那些隔日冲的大户 一点教训 不然的话 都认我们台湾的投资朋友的钱 这么好赚 每一次都锁涨停板 隔一天还开高给你走 隔日冲也太那个了吧 这是一个震危 这是昨天大家都在讲的什么 永威投控 当然还有续涨的一些的个股 那是有原因的 这些的个股上面 我再跟大家讲 一个我刚才讲说 我们的台北股 这个投机的快炒部队 它自己把我们台湾的股市 里面来讲的话 弄成很多人很担心 是邪恶第五波 在最近很多人在问 那主要的原因是它的特色向 无稽之谈 群魔乱舞 一波宫顶 那这笔资金 投机的资金在台湾里面 我说因为它占资金比重很高 有时候当冲比重都高达40%以上 一下子做 赏庄文 砰 它就爆掉了 对不对 再做 绿电 一五类 蹦 那23%爆掉了 又去做到一六 一六呢 啪一声又做到昨天的军官国防 军官国防只有昨天一天 今天就下来了 勇威投控或是震威 一天又下来了 除了少数个股以外 续航力道就明显不够 所以我才会跟大家讲说 你现在买股票 你一定要记住 它是一个打地鼠的行情 大家玩过那个游戏吗 一个棒锤 有时候你头一串出来 那你那个行情的结构 大家觉得 你怎么再走 邪恶第五波的走势 它就会一棒给你垂下去 一棒垂下去 你就觉得快挂掉 蹦 它又串出来了 所以在这种过程 你自己要定下心来 因为我们台湾的投信 我们台湾投信 发行了很多高股息ETF 所以自己要去分辨 它是高股息的ETF 还是主动式的操作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你要了解到 我们台湾的投信 那个胃口 养得很差 什么叫养得很差 就是你自己去想想看 当时候在今年年初 我就说过 当时候的创意 比四星多200块到400块 我就跟他讲说 你的资金你要去买四星 可是当时候的投信 他不会去买四星 他会去买创意 为什么 因为创意的基本面最强 现在每一个人 就会都说四星好 因为大家都知道四星的基本面 最强 强得很好 对不对 可是我就跟大家讲说 你要买到一个低点 你的个股上面买到低点 你是不是要利空之中买到低点 你利多之松 你很容易买到高点 尤其是本益比过高的 你自要去做留意 所以我才会说 如果你有资金 当时候在1500块钱的时候 利空 我跟你讲创意的机会 因为创意现在所有的报告 只会讲微软的晶片 他不会讲HBM HBM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宽屏记忆体 在记忆体的部分 也不要看报纸上面讲的 他呼噜你的 DDR3 DDR4根本不会涨 它会涨的就是HBM3 跟HBM1的部分 这在目前只有三星跟海力士在做 而且海力士 它的市占率那么直追三星 为什么直追三星 因为海力士找了我们台湾的台积电 跟创意里面去做合作 它做出来了 它成本可以更低 以前里面来讲 苹果就是用三星 它现在用海力士的 HBM是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宽屏 那个所谓的宽屏记忆体 另外一部分就是Nate 快散记忆体的部分 这个部分是OK的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 大家自己留意 就像你到AI的消费端 你要知道AI消费端 一定是AINB先 AI手机你有看到苹果在动作吗 苹果有AI晶片吗 没有 它没有 所以AI手机里面 它会比较在后面 今天就有人说 2356的音乐导 为什么说它会做IP 其实IP没那么简单 IP分很多 NRE系制裁的里面来讲 IP分成很多 它是属于权力金的部分 新业打它做的 那个叫迁入式的神经网路的 那个所谓的一个 迁入式神经网路的一个驱动器 这个部分里面来讲 它是IP没有错 但是它做的叫系统 SoC 系统单晶片 系统单晶片 其实没有那么复杂 系统单晶片在台湾里面 比较有名的 大概就是联发科这一类型的 不过不管 因为很多人买不起世新 买不起创业它就会去追 音乐打 就像8050的安国 你IP 你IP 新核半导体能够贡献EPS吗 不知道 先涨再讲 音乐打也是这个样子 因为它股价低 你自己去做一些的流益 所以我觉得台北股市 在这个时间底 我刚才已经讲了 你就不用去预设多空的立场 因为现在里面 蜀方都讲实话 真的是空头 我过去有没有跟你讲是空头 我去年一月跟你讲空头 我去年三月跟你讲空头 只有去年十月有告诉你出生段 今年的三月有告诉你出生段 现在告诉你本身来讲的话 17463会过 现在里面我跟大家讲的实话 就是说台北股市的结构 你要调整 你要调整回来 才会变成是第五波的延伸波 会无限延伸 无限延伸它可以高达 半年以上的时间 指数可以高达千点以上的一个波幅 那为什么不能做 那当然就可以做 对不对 那就看这个市场上 如何把资金抓回来 因为在今天 电子资金在盘中 重回7成 重回7成 你会说 电子有所谓的会退损失 电子有12月里面调整库存 跟1月调整库存 电子里面有 第二月份里面来讲的话 有所谓的就历年 第一季是电子业的淡季 对 不就是应该在最淡的时候 谷底的时候买股票 你自己去留意 所以我才会说 你现在里面 如果你看待电子个股 我希望你用长一点的时间来看待 短线上面你要杀进杀出 你就自己散射停利停损点 所以第一个 观察KT指标现在是密合了 看到没有 KT指标现在是密合的 有一点点交叉向上 但是这个部分里面来讲的话 你就算过高 再去过17526 应该是17526它一定是背离 它一定是背离 那没有用 所以如果创高不可以双背离 没有修占到低档区之前 麻烦你一档个的资金切割 分批布局 不要一次买买 轮动实在太快了 我问他轮动快不快 电子资金比重在当时候一路盘中 降到51% 我说飞电拉紧报 那时候就是积电股 15类的积电股 那你来看看到现在为止 电子从51%上升到快70% 你要这样子来回8吗 你做短线真的能赚钱吗 你看台面上面 老师每天都演一堆涨的股票 你觉得有可能吗 其实那很简单 每天我去设飞标涨停板的股票 隔天再涨 我的隔天跌的不是我的 你也可以自己这样做 是不是 这就是隔日冲的手法 我觉得是比较不需要这个样子 我觉得轮动实在是真的太快 强谷的续航力 考验度越来越大 续航力道越来越差 请你保留三层的现金部位 不要预设立场 因为我刚才讲 第五波可以是斜二的无稽之谈 一波攻顶后走空 但是它也可以无限的延伸 18619就是无限延伸 请观察资金的流向比 今天的电子资金比重 回升到接近7成 如果回到7成之上 做电子 这是重要 6成到7成就是传经电来轮动 目前观察内支的力量 台股的结构必须要调整 腾落指标也必须改善 这是我给大家的一个建议 我们等一下进一段广告 回来针对个股上面来告诉大家 也就是说 投资朋友 你自己要知道 每一次我跟大家讲的出生段 跟主生段 你就偏偏不要买 对不对 你现在我跟大家讲说 你错过出生段 你错过主生段 你就是要接受 它这个就是延伸坡 中断整理之后的延伸坡 你接受它了 然后你慢慢把步伐站稳 你不要跟着这个行情跑 我告诉过大家 我所有事情都会事情跟大家讲 我说你就是会看到 满天都是小星星 满天都是金条 你要什么没半条 这是你自要知道的 你的眼界有多高 就会关系到你的财富有多大 在这种过程中 保留三成的现金下来 对你绝对是会有帮助的 在这个时间 我说所谓的税末的行情 你必须要在对的时机 你每天东瞻一点西瞻一点 我告诉你最后你的持股 你的持股至少二三十档以上 历经了这样的行情之后 不要做这种事情 不需要了 在对的时间点 去买股票就好了 买什么样的股票 你要跟着我们去做买进 我们会期会从三月份再起算 到底买什么样的个股 我们进一段广告 再告诉大家 你好 欢迎回到股市全方位 其实鼠方有时候在讲说 以长线的角度来看待 你的个股值不值得买 很多人就说 你这个是一种所谓的一个 比较保守 或是比较为自己 找理由的一个说法 我觉得如果你们这样想的话 就代表说股市的这一条路 你走得不够久 你就是一个贪心族 你就是一个贪心族 你就是一个投机组 你有真的赚到大钱吗 我非常怀疑 为什么这个部分里面 我就举例几个事情给大家看 在当时候全市场 都在骂国具的时候 我说400多块钱的国具 你买就对了 它具备长线投资的价值 500块钱 它也具备长线的投资价值 可是它现在涨到600块钱 一堆人就说好 外资纷纷发报告就说它好 它就是做感测原件的 它以前是被动原件 它并购国外公司是做感测 感测的部分里面 大家在最近里面一直在讲什么 我昨天就讲 车用电子的镜头 根本就不可能赚钱 大力光这种手机镜头 才有机会赚钱 因为你车用镜头 你要加感测原件 这个部分里面才可以看到 所谓的全自价的一个未来 你看等到大家都说好的时候 600块钱的国具 假设你买600块 你能赚多少 你是买400多块钱赚得多 你木然回首一抗 400多500多 你是赚多少 再过来 我说2357的华硕 我说你可以去买 所谓的340 350 360 随便你到今天的400多 你木然回首一看 你可以赚多少 而且华硕我是做了很 做这一趟跟这一趟 所以不是说做坡段不对 是做坡段真的可以让你赚钱 可是你就是没耐性 就很奇怪的一件事情 我就跟他讲说 你看3661的四星 如果你以技术面 他有没有走完五坡 他走完了 可是当时候在600多 700多800多的时候 我在讲的时候 在这个位置 你看一下同样的时间 在1月份 有没有 1月份跟去年的时候 3443的创意 有没有比他贵 最高涨到1000多 打回来都是一个机会 这就是误患心理 可是我在昨天也讲了说 如果未来里面来讲 你看整个创意 他在最近 10月营收公布利空买点 11月营收公布利空买点 这一次再公布所谓的 11月单月只有赚1块多 请问有跌吗 他没有 那为什么 因为我刚才讲 HBM DDR5的部分的IP 还立市之后 还有别人会找他做 这个大概也没有几个市场上面的人 会跟你讲 所以这个个股上面 如果真的有回来 你自己去做把握 3661四星那不用讲 他就是无限扩研 因为基本面太强了 他就是无限扩研 你自己留意 另外一部分来讲的话 你再来看 2059的窗户 AI里面来讲 在近期有去做创新高 我们说我第一次买 买在这里 可是没有所有会员都买到 我都讲很难 我说他在平台这里去 打下来我就买 你来看到现在里面 AI伺服器里面 有过近期高的 只有两档 就是我跟大家讲 一个是8210的情城 对不对 一个就是2059的窗户 其他都是IP 细致材的一部分 你看不论是在3443的创意 有过近期高 或3661的事情 有过近期高 6643的M31 也有过近期高 M31做的是什么 Nate Flash的接口 你自己留意 也就是说 当国具的感测元件 当未来里面 明年的熊本厂 台积电的熊本厂即将过 它是跟Sony合作 它主要做的就是感测元件 感测元件在台积电里面 其实它只有两家公司 一个6789的精彩 彩域 一个是3374的精彩 3374的精彩 台积电持有41% 你觉得它会把订单给谁 这就是你要去思考的 另外一部分来讲的话 大家应该知道Cowars Cowars台积电进了很多机台设备 这个部分它放在谁那里 它可能会放在精彩那里 你可以后续追踪 但不要做短线 这个都是 因为熊本厂明年年底 才会晾场 我跟你讲的故事 你都可以后续去做追踪 DDR5的部分里面来讲的话 就是说 掌握就在整个一个 韩系大厂的手上 而且海力是激起直追 对不对 在这种过程中 你是不是就看到 为什么最近的智商这么的强 你要了解原因 你不是乱追 因为智商它是韩系的 记忆体的通路商 通路 通路就是说你现在进低价的 你未来卖高价的 你可以赚钱 可是你不是生产厂商 生产厂商还是谁 还是三星 还是海力士 当你的DDR5 明年的生产量 会是今年的一倍以上 你可能就要注意的是什么 你可能最后要注意的是 DDR5相关的应用 像PMIC 613把他冒打 最近在这边震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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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好回来 把你回来 拉回来 最好投信砍一砍 我都觉得投信砍一砍 干净点 让我们可以去做加码动作 天狱的部分也是 另外部分来讲的话 明年是三奈米的 所谓的一个起始元年 未来里面有拉回 不管是加登 不管中砂 这一类型的耗材 各方面来讲的话 你自己可以去做一些的留意 我讲的不是叫大家明天就去买 是你长期之中可以去观察第一季 利空的过程中 淡季的过程中 去观察蜀方说的 财富的一个累积 是需要时间的 投机可以一时 投机是只能一下下 但是投资 却让你的财富可以永久 保留在你的身边 在对的时机点 要跟着蜀方一起去做布局的投资朋友 你就趁着广告时间点打电话进来 跟上我们全新的盘中操作 那我们的会期呢 从明年的三月才开始起算 本公司与分析师所推荐分析 至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够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视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